哈囉各位親愛的好朋友晚上好 我是爸爸潮人 那目前排行榜我的名次是第87名 第87名 OK 紀念一下 好 那這個今天是11月13號禮拜五 也是玩三國群專業的 第270天 那玩了9個月 好不容易種一寶的女兒 修了神功旗給她練到90等 待會就可以來進行這個轉折動作 進行轉成這個巨神功旗的動作了 好 那在轉之前 我先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 如果說你有很多小兵要轉的話 你不一定全部都自己來轉 你可以把一些小兵 給你的好朋友來轉 來獲得這個稱號 因為這個稱號 我以前都沒有好好搞 我現在要升這個巨神功旗 我才發現說如果說我要帶五子的話 統譽根本不夠 那這個東西的話 各位朋友有空的話一定要去弄 就是像這個領兵友方 這個就是轉職全部的一階兵 就可以拿到的稱號 那這個的話 統譽加4 那這個兵多士廣 統譽加5 閱兵無數統譽加5 這個加很多 來這邊獲取方式 我們給他點開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都有寫 士兵統帥獲得 所有的一階士兵 那這個領兵友方 剛剛領兵友方 是獲得全部的二階士兵 不好意思我告訴我們 好 那兵多士廣是三階 下去還有 還有閱兵無數 還有歷練修羅 還有什麼 鎮折沙場 鎮折沙場是要轉職 獲得全部的六階士兵 那這些東西 這些稱號加起來 的統譽 我在想應該有三四十點 跑不掉 那這個成就的界面 改的蠻好的 你有轉職過哪些小兵 一清二楚 像一階兵的話 我還有劍兵還沒轉 還有飛道兵還沒轉 那這個我在找時間 慢慢搞 獲得這個統譽 因為我現在統譽真的 不夠帶5隻 這個巨神攻擊 現在統譽才270加45 那如果說要帶5隻巨神攻擊的話 需要330 還不夠 OK 我們現在就轉好轉完之後 就去這個庇護場那邊 看有沒有人可以打 沒有人的話 我們就打這個 木頭人 打木頭人來測試一下 好 士兵卸下 煉層 合成巨 巨神攻擊的話 要這個用煉層 我小兵 我的小兵怎麼不見了 請從右方選擇2個相同兵種式兵 我知道了 我沒有把這個解除我的最愛 沒有解除 所以不行 我先看一下小兵 哪兩隻要合 我要合高攻跟高防的 408 406 403 408 414 這隻還不錯 這隻的攻擊很高 解除最愛 接下來看一下哪隻防禦比較高 好 這隻防禦最高 288 解除最愛 合一隻就好了 其他的話再讓給我妹啊 或是其他人來合 好 來轉了 煉層 再來 好 煉層升階巨神攻擊 按這個 好啦要轉了 那他 升上去的話 武力75 智力40 精神65 體魄45 反應135 反應就是這樣子 好 各位朋友看一下 好重點就是 打出來的數字怎麼樣 這些加數字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 直接的感覺 好 那要轉了 煉層 OK 就這樣子 恭喜獲得成就 為什麼獲得巨神攻擊 好我們現在去比武場 那邊來測試一下 來比武場 那因為我是衛國人 所以洛陽是比較便宜的 2475 好 現在應該不會有人吧 先給他 看一下 看一下能力怎麼樣 攻擊602啊 怎麼那麼高 602 好高啊 真的好高 602 那防禦的話 是比較低一點 453 好不管 待會來找一隻來 比較一下 OK 找這隻408 跟這隻602 來比較好了 好進去進去進去 好 沒有人啊 因為我在分流5啊 我在分流5 難怪沒有人 我應該要去分流1 去分流1 來炫一下 沒想到我竟然來錯分流了 再分流5 欸 不對不對不對 我要回程才可以到分流1 在比武場的話 無法這個換分流 好國戰 OK 7加9等於15 啊 頂錯了 7 4加3等於7 對不起對不起 數學不好 頭腦混沌 好 來來再洛陽 再洛陽一次齁 多花了2000多塊錢 飛過來 好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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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來測試了 打木頭人了 有人的話就打人 沒有人的話就打木頭人 哎呀 沒有人啊 早知道不要換分流了齁 花了 多花了一兩分鐘 OK 嗯 我們軍團頻道還蠻熱鬧的 現在竟然蠻多人在聊天的齁 蠻多人在聊天的 大家都不用吃晚餐就對了 現在是8點34 啊也很晚了齁 也很晚了 應該都吃飽了 好 士兵 來 齁 那再放這邊齁 放這邊 看一下喔 放出來的話能力怎麼樣 哇 寫的話31431 那攻擊力的話快快1000 有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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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我的統一再高一點的話 攻擊力估計會更高 好 來看一下他打出來傷害怎麼樣了齁 因為我帶一隻兵的關係齁 所以傷害會比較高 如果說我帶比較多兵的話 這個加乘上去的數字就沒有那麼多了 好傷害就不會那麼高了 好普通傷害的話是1864啊 1864 1864 這個攻速的話明顯的比較慢齁 明顯比較慢 但是沒有關係啊 可以遠遠的射人 那必殺的話5000多 好OK 那我們接下來換這個修羅神宮崎 好換一隻攻擊比較高的 換這隻好了 這隻攻擊高 武力也高齁 配置 好來這邊 比較一下齁 因為之前官方有說啊 如果說你轉職的這個小編的階級越高的話 那麼必殺的倍率也會越高齁 欸我這隻怎麼一直暈眩 一放出來就暈眩 好先等他一下 等一下齁 他怎麼暈那麼久啊 他到底怎麼了 喝醉了嗎 欸這隻太誇張了吧 這隻一直暈欸 這隻到底怎麼了 我換別隻好了換別隻好 這隻太誇張了 一直暈一直暈 受不了了 呃 配置啊 這隻給他拿下來 個別卸下 然後換一隻沒有酒醉的 好就這樣子齁 反正攻擊力差兩滴應該差不了多少 1140 好 修了神功起打1140 那巨神功起打1784啊 好傷害的話差不多1.6倍 1.6倍 那倍率的話 欸可惡 我沒有計算機啊 計算機要按我的手機啊 好可 只能心算了齁 這個修了神功起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這個倍率的話齁 因為他打出來的這個必殺傷害3000低啊 倍率大概2.7 2.8吧 估計啊 好估計 好啦 接下來看巨神功起 巨神功起看打出來的必殺是多少 4824 倍率應該比較高 估計大概2.9左右齁 大概看個感覺而已啊 因為我 其實應該要等我一下 我去找一下計算機好了 等我一下 欸計算機 欸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拿拿拿那個 拿那個 拿那個我的舊手機來的計算機來看好了 計算機 好 我來看一下喔 1140嘛 先看修了神功起的好了 3158 3158 除以1140 倍率的話2.77啊 修了神功起的倍率是2.77左右 好接下來看巨神功起 1784 看一下必殺多少 必殺快放吧 4825 4825 除以1784 除以1784 欸怎麼比較低啊 偏狼了吧 怎麼比較低 怎麼才2.7 我算出來2.7 那修了神功起的2.77 這個做壞了吧 這個倍率可能要高一點啊 對啊 應該要高一點吧 1783 1784 沒錯啊 我除了分母沒錯啊 我除以1784啊 4825 再算一次 4825 除以1783 好了 2.7 也是2.7啊 可惡 那看修了神功起好 1140 他基礎的攻擊是1140 可惡官方騙人啊 忽悠我啊 3159 3159 3159 除以1140 2.77 沒有錯 可惡 官方 那個 那個希望你們能夠 能夠就是 說到做到啊 你們有說過就是這個 如果階級越高的話 倍率率越高 那現在我的數字看起來 巨神功起是比較低的 他倍率是2.7 那這個修了神功起的話是2.77 所以這個可能要微調一下 微調一下 OK 那就先先錄到這邊 因為現在 8點35分 我今天去台北啊 我去台北去修改一些軟體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 工作就是要用這個電腦來工作 那我去買那個軟體啊 發現軟體很多bug都跑不出來 我要的東西 所以今天 一天齁 去台北 當天來回 從彰化到台北啊 很累啊 所以現在要去 要先去做家事了齁 因為很多東西都還沒弄齁 那剛好也升級了齁 就立刻測試跟各位朋友分享 OK 大家就是這樣子齁 祝各位朋友 晚安愉快 掰掰